謝謝大家來參加這個華山大草原的這個共同市遊戲場的開幕 以前我們公園裡面那個遊戲場就叫罐頭式遊具 為什麼要有罐頭式遊具呢? 當然第一個是比較便宜的 其實我知道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安全 因為公務員也很怕說 這個小朋友去玩那個遊戲 你知道遊具 出了什麼問題也麻煩 那如果是那種 就是買那個罐頭的 反正這個都標準標準規格你知道嗎? 出問題也不是他們的責任 所以在過去我們公園裡面都是那種罐頭式遊具 那後來在許利民你知道 當社會局長 奇怪 在議會有些議員在問我共同市遊具 會聽不懂那個什麼東西 還去問那個許利民那個局長 我們現在社會局長說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透過一些工作坊 慢慢知道這個叫什麼東西 其實共同市遊具 共同市的這種遊戲場 比一般那種罐頭式的遊具 它複雜很多 為什麼 第一點 它每一個都不一樣 所以它做的時候 要先去考察當地的特色 這第一點 第二 它開始形成這個叫公私協力 因為它不是純粹由政府來決定 它怎麼做 它去問那個在地的居民 你知道嗎? 在地的里長說 你們有什麼想法? 然後再去參考我們很多這種 台北市的公民團體 不管是特工門或 生臟門 兒童的這種團體 你知道嗎? 去看看它有什麼想法 那最後還在找那個設計師來設計 那這個喔 其實在設計師的時候就有個問題 因為這種設計這種東西 很難定價 你知道 這種 所以當時我後來 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設計能量還蠻充沛 是不是用公家的這種預算 來培養台灣的新銳的設計家 你知道嗎? 也是個方法 用公家的支出 來帶動台灣設計產業的發展 那最後做出來以後 通常還要再試玩你知道嗎? 那再蒐集意見 再做修正 那最後才出現一個共同式遊戲場 所以這個跟以前那個 就直接買一個罐頭式遊戲場 擺上去 哇這過程差太多 所以你看看喔 這個要花兩年啦 如果是買罐頭的 15天就半個月就夠了 買了就給他擺上去就好了 這個從頭到尾你看 要從這個 考察地方特色 然後要找里長來說 來討論 要找這個特工盟來討論 再找設計家來設計 出來以後還要去問大家意見 做出來還要再 還要再做那個修正你知道嗎? 整個過程相當的長 你知道嗎? 可是為什麼本來是主張 要有這種共同式遊戲 它有幾個理念 第一 大家講過 我們利用公家的經費 公家的資源 來帶動台灣設計產業發展 這本身就有一個目標 第二點喔 這也是這種社會價值的實現 因為我們不像說那個 公園的遊戲場 只有正常的小朋友可以玩 我們的目標是0到99歲 你知道嗎? 不是只有正常小孩子玩 那些有些腦性麻痺 或是他做人也 他可以來用 常常是 我每次在講說 同理心 或關懷弱勢 他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價值 所以在整個公園的設計當中 他把這一種 對人類 你知道嗎? 對自己 跟自己一樣是人類的 另外一個人 能夠表達同理性 因為這是一種政治價值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整個公園的設計中 把這種政治價值帶進來 最後 就實務上來講 你知道嗎? 我們也希望說 台北要成為一個 越來越漂亮的城市 你知道嗎? 每一個公園裡面 它的遊具是必須要有設計的 我們不像說擺下 都全部都罐頭型的 所以基於整個城市的美觀 你知道嗎? 城市這種 社會價值 政治價值的引入 你知道嗎? 要用公家的資源 帶動台灣 設計產業的發展 有很多理由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為什麼在 在適當的場合 都一直在推這個 共農室遊具 當然共農室遊具 因為它造價比較貴 你知道嗎? 所以也不是每個 每個公園都可以做 有些比較小的公園 林裡公園他也要做 那就不太恰當 所以我們還是 找一個比較大的公園 所以我們到年底 你知道嗎? 我看這個計畫是 我們到今年年底 應該要設計 31個共農室遊具場 那到現在 這個好像是第17個 所以到年底好像還有14個要完成 這還是蠻龐大的業務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這個講完以後 我看大家繼續工作吧 所以我們很謝謝這個 那謝謝你們這些小朋友 你知道嗎? 有共同參與 這個活動 這個遊戲場的設計 你知道嗎? 每次在講說 什麼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你知道嗎? 你們是那個 自己的遊戲場自己設計 你知道嗎? 所以謝謝你們這些小朋友 來參與我們這個遊戲場的設計 好 我們還有14個還沒做 他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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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請先遊步 謝謝市長